那现在马云九出面了 金斧冲不见 那就证明了金斧冲 跟马云九之间的关系 马云九是不希望见到金斧冲 那金斧冲也很四乡 不在这个节骨眼上 为佛有一天乱 所以他就不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8月25号晚上 朱立伦马云九蒋万安 帮侯友宜共同筹主了 所谓的国大代表后援会 这个是马云九他首度 出面为侯友宜进行整合 我们看无论朱立伦 无论马云九 无论是蒋万安加上侯友宜 当天会议上大家问的最多的是 就是8月25号那天晚上 大家问的最多的是 只有一件事 就是郭台铭要见侯友宜 那请问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侯友宜沉默了三秒钟 说我们之间的确是有联络管道 当然他是有联络管道 况且那个联络管道 是侯友宜的亲信 他也曾经出生于新闻界 那我们从侯友宜这个谈法 现在回过头来讲 现在国民党的内部有三大系统 一大系统就是国民党的党中央 二大系统就是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 那党中央当然是由朱立伦 他们负责 那竞选办公室是经付出 还有一大系统 大家都忽略了后援会的系统 后援会的系统是由王金平 所以国民党这里面 是有这三大块 但是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说 朱立伦 马英九 蒋万安 他们这一些人 通通都在帮侯友宜造势的时候 王金平没有出现 因为后援会的系统 几乎都是王金平在负责策划 那当然这是一个政治团体 就是国大代表联谊会 变成了后援会 是由马英九出面主动 那从这个里面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整个国民党这三块势力 已经快要王不见王了 国民党内部 当然马英九对侯友宜是鼓励有加 侯友宜也说 马英九的执政时代 是两岸关系最好的时代 就是维持现状的表征 他希望借用马英九的经验 能够处理未来的两岸关系 这个是侯友宜讲的 那马英九他也讲 他说蔡英文在两年前讲的户部历史 他说其实是相互历史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他说这才能保证 两岸关系运作的顺畅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 我就不说了 我现在说了回来 就是说这么重要的一个 后援会的成立 请了蒋万安 请了马英九 请了朱立伦 各位有没有发现 金浮冲不见 换句话说 竞选办公室就是整合 不同系统 后援会 或者是说不同系统的 好 基层动物 他要负责是这一方面 那金浮冲自己他也讲了嘛 他说凡是侯友宜的 相关的进准活动啊 等等那些 他都会掌握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么重要的会 金浮冲已经缺席两次了 一次是王金平的 他没到场 一次是马英九的 他也没到场 各位看发生什么问题 马英九是金浮冲长官 过去有所谓的马金体制 那现在马英九出面了 金浮冲不见 那就证明了金浮冲 跟马英九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能够讲 他们的关系不好 但是至少可以证实一件事情 马英九是不希望见到金浮冲 那金浮冲也很四向 不在这个节骨眼上 为侯友宜添乱 所以他就不去 各位看看 只要王金平主持的 或者马英九主持的 金浮冲统统不会在场 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 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 截至目前为止 他内部 他还是没有整合好 虽然金浮冲说 他对于侯友宜的议题的设定 对于他的文宣 对于他党内的整合 要如何如何 可是截至目前为止 截至目前为止 国民党有没有开心一个人 金浮冲所要坚持的 他坚持不下来 就是朱立伦未必听他的 那马英九又不想要见他 这个时候金浮冲的角度 角色已经落化 就是说从这场聚会里面 我看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第一个8月30号 金浮冲扮演什么角色 当郭台铭侯友宜 跟柯文哲三人会面 他要扮演什么角色 这个马上成为一个问题 第二个 纵然这三个人 谈得都很顺利 如果谈出一组人马 金浮冲接不接受 如果不接受的话 金浮冲要不要下台 问题来了嘛 所以我当时候跟侯身边的人 我也讲了一句话 你找人是找人才 不是找一个人去制衡出利润 我说现在是在打仗的时候 你还想到制衡两个字 那你要不要选 我就觉得 侯友宜的办公室里面 奇奇怪怪的事情一大会 他的发言人都不敢敲 金浮冲的办公室的大门 那你说 他的发言人现在 他不是要找十个发言人 十个发言人我们现在看 现在我们天天看到的新闻 就国民党的发言人的角色 都好像不见了 那换句话说 8月30号 金浮冲如果不去 就比照马英九跟黄金平的模式 你处理 他不去的话 那请问一下 纵然侯友宜能弹出很多的结果 那有人不认账 怎么处理 所以这一些的问题 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金浮冲的角色 虽然已经弱化 但是他留在他的竞选办公室里面 都会引起外界的反射 就我所知是金浮冲是反对 第一个侯友宜当老二 第二个他也反对 就是说堂堂一个泱泱大长 要挺着胸膛倒下去 就是换句话说 人有人格党有党格 他就希望说副手 或者是做别人的副手 都不是国民党的选项 那这样子 问题怎么谈下去 那第三个 他现在打造的侯友宜 坦白说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讲 赶快改变侯友宜的人生 如果那你不改变的话 问题更多 那你第四个各位去看 侯友宜他访美名单中 没有曾经担任 驻美代表金浮冲的名字 反而是以夏立言跟前国民党主席 江启臣他们为主 副主席夏立言跟 跟江启臣为主 你从这些你就可以看出一个事实 如果侯友宜的竞选办公室 再不整顿的话 未来可能会 问题更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搜尽